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原来这么滑 然后这一期节目呢 我想带着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然后我们用轮滑鞋的方式 来体验一下 在街道上怎么样玩出特别不一样的花样 然后像年轻人一样 把自己的活力把它彰显出来 然后可以看到 在街道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障碍物 然后我们怎样利用这些障碍物 然后带给自己乐趣 然后做不一样的动作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吧 像我们玩街道FSK的话 像这种D型就真的是特别难的碰到 因为它的距离又比较长 然后它有一个高度 很多人都是在楼梯上面练180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地方练180是最好的 因为不让你速度的快慢 你只要从这一个边缘处跳下来 然后你的动作只要在落地的时候 把它坐稳 你动作就成了 然后可以看到那一边起跳到这个上面 然后再跳下来 实际上这个D型的话 可以做那一种速度感比较强的动作 然后这边的高度是接近半米 然后这边的高度也差不多是到膝盖骨的这一个位置 然后这个D型我们就可以做这一种比较快的速度 然后跑上来跳 然后再在这一个上面接动作 然后落地的那一种 所以这一种D型的话 如果小伙伴们以后有碰到的话 一定记得珍惜好这一种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然后可以看到 从下边的话 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坡 然后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地形 然后这一个坡可以做一些什么动作呢 你可以做直着上去 然后卡在上面 或者是说直上直下都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看你怎么样去观察这一个地形 然后在不同的地形去玩出你自己的花样出来 这边有一个地形也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下完坡之后再往前面走右 正好给你一个反应的距离 这边有一个地形 地形下来之后再往下面一个平坡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地形 所以说当你的技术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你可以连续性的做这些地形 但是如果说你技术没有达到的话 你就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 就好像这样一样 所以说你可以尝试性的 去让自己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 然后把它串起来 今天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这一种地形在公园在街道上也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地形 就是这边是楼梯楼梯边上有一个斜坡 然后可以看到从FSK的思维上来说的话 你要从这一个平面到这一个平面 要么你是从下面跳上去 然后接动作 直跳180 360 然后刹车跳上去刹车这一种上去 或者就是从这一个斜面 然后上去 你可以跳左边 可以越过这一个台阶 跳右边 然后来到这一个上面之后 你下去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腾空的那一种 跳下去 或者是说接触式的下去 冲楼梯下去 倒滑下去 或者是单脚 从这一个斜坡上下去 或者是直接从这个地方起跳 越过去 然后跳到这个斜坡上面来 现在来到的公园里面可以看到这边的地形 有特别多的这种做的垫子 高度差不多在你膝盖骨的高度 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话是特别好的一个练习FSK 向上跳的一个道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说给你一个高度的话 你可能跳不了这么高 但是说如果给你一个非常硬质的物体 而且它的表面还特别的光滑 所以你就可以从下面 然后跳到上面去 然后从这个上面滑行 然后这一个练习的话 还相对于比较简单 你可以从一个对角的位置 从这边插过去 然后在上面滑行 然后在这个地方落地 所以我现在演示一点 你就一个比较慢的速度上来 起跳 然后往下走 好 往下蹲 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 很基础的动作 你只要找到这样的地形稍加练习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 比如说我在向前滑行的时候 起跳 往下走 下去 就很简单 所以你们如果下次有找到这一种地形的话 可以试一下 来把自己的基本功把它打牢一点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来看看 看完了这一期的FSK教学 不知道在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学到 然后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的 原来这么滑 原来这么滑 跟着二位的角度一起去学习FSK 体验不一样的风格 好的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的 原来这么滑 拜拜